1.2.3.Go 哈囉 大家好 我這次要分享的是淘寶開箱 是我剛剛熱騰騰的從管理室拿上來 說真的 我現在沒有去看那個 我購買的淘寶網頁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老實講是只記得說 我有買一些拍照的東西 還有飾品 還有一個大領食的盤子吧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先來開箱 我到時候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用的集運是哪一個 那我現在其實淘寶我購買的話 我都是採用朋友代付這個方式 我就沒有在用信用卡刷卡了 因為信用卡刷卡其實它還是要付手續費吧 其實它手續費算起來也是一筆費用 雖然沒有很多 但也是錢啊 其實能省則省 那有時候拆那個淘寶的包袱都會有一種 在開筋型包的感覺 先開這個 這個應該是飾品啊 比較小的 好小 更小 小欸 對 小的 為什麼這個掛啊 它用這種盒子 還有自己 他們自己訂製的LOGO的盒子耶 個3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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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它裡面 雖然這個紙有一點小小的手 很爽啊 它的戒指飾品都還不錯耶 它有送這個髮箍 剛好我正永妹妹可以用 我覺得它用這個紙是多餘的耶 我覺得變得很像垃圾 它今天全部都是賣儀式的 因為它 今天銀式價格 算是中高 比較偏貴 但是我看它評價都還不錯 不錯喔 因為我最近特別喜歡銀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銀式就是很有個性 它這個銀式它還是有一些空間 是可以 讓你做伸縮調整的那個尺寸 它這個就是很基本款的那種 方塊粗的 哇 手指太粗 不好看 就是它那種搭配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還不錯啊 它質感真的不賴耶 尤其是這一個 我覺得特別喜歡它這種 大扭結的麻花戒指 因為我覺得它質感很棒 那另外一個是這種二環 它這個有點像是Chanel的那一種 那我之後那個購買的店家資訊會 會直接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然後大家都可以去點進去看 其實它裡面包裝的 還蠻細心的 因為裡面是一碎的物品 所以它包裝要特別的小心 給你 然後我買的是這個大理石的托盤 它質感真的還不錯 它真的蠻重的 我要想說我大部分的運費 會不會都花在它身上啊 因為它這個是真的大理石 所以它上面多多少少都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缺陷 它不是完全的百分之百是完美的 因為大理石本身它就是會有一些毛孔 基本上我覺得它質感是真的很不錯耶 尤其是它這個 手把 你知道我超怕我單拿一個 結果突然給我斷掉 很紮實 這個CP值很高 而且它真的很適合擺盤用 就是裝逼的時候還是 還是拍假掰照的時候用 我只能說他們大陸的店家真的是非常用心 不管是寄台灣還是怎麼樣 它就是不管你只買一張紙毛還是什麼的 它還是用很大的盒子幫你裝 這個是拍快用的 來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買的拍照的紙 漂亮吧 它還蠻大張的 還有兩張 這個正方型的拍照的塑膠卡 塑膠的背板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麻煩就是 要把它拗回平面的話 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好吧就先放旁邊好了 因為它這個顏色有就是像是 莫蘭迪的色調 買了一本 假掰書 它這個裡面是條文的筆記本 我想大家這個 這一種的應該很早都已經都看過了 就是 很日常的 就有線條的筆記本這樣子 主要是它這個外面這個封面啊 另外一個這個就是假書 假書 是需要自己DIY 自己把它做組裝的 因為它是沒有內葉 它是單純這樣子一個立體的面 它蓋起來這樣 就是假書 假的外殼 它另外一個就是 黑色的這一本 所以它黑色的話 就是長這樣 很極簡封 它同樣打開是空的 就是假書那樣 還有這一個重量級的 很大喔 它這個是 氣炸鍋 不知道為什麼欸 在淘寶買東西 開箱 是會有一種 成癮的感覺 會很有成就感 可是開完箱之後 會有一種 落幕的感覺 我吃的是不是 一種病啊 它皮名叫 柯帥嘛 空氣氣炸鍋 是智能款 它裡面還有附那個欸 就是食譜 還有 教你怎麼做 一些料理的 一些步驟 可是裡面都是英文欸 它裡面全部都是英文欸 它裡面沒有寫中文 所以好吧 就是要考驗一下大家的 英文的能力 那它說明書的話 是簡字的 那 基本上 台灣應該看都還是看得懂 沒有說到那種 完全看不懂的狀況 也太可愛了吧 你知道嗎 我覺得買淘寶中就是這樣 它有時候會送一些 讓你 會 哇 的那一種的東西 這是那個夾子 鐵 鐵架 它那個膜還沒有撕掉啦 撕掉的話就會變這樣 還有一個 嗯 塑膠味很重的 耐熱刷 就是刷一些奶油 還是什麼之類的那種吧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防燙手套 草莓 第一次在淘寶購買電器的用 因為我會買這個氣炸鍋的原因是 看到淘寶社團裡面 有一些台灣的買家 他們非常大力推的一些家電用品 他會說非常推薦大家去買 就是會分享一些好物 或是必掏的東西 還有就是超級雷貨 叫大家不要去碰 啊我覺得它還蠻 評價蠻高的 因為每個人都說 喔這個 能夠用這個價格買到它 其實算非常的便宜啊 它有白色跟黑色 啊我也是黑色 它這一層還其實還蠻漂亮的 而且剛好我在好市多 我們有去買 一大包的那個薯條 想說啊那既然有氣炸鍋 那就拿氣炸鍋來用吧 剛開始裡面可能會比較多的那個 塑膠的味道會比較重 所以就是要早點先把它拿出來通風 那它鍋內 就是這樣子 那到時候氣炸鍋的新的影片 我再另外再拍一部分享給大家 那這一次我所開箱的淘寶物 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訂閱我 算是給我一個鼓勵 那如果可以的話 記得開啟影片的小鈴鐺 這樣子我有發布新的影片 都可以收到通知喔 那下次見喔 掰掰 射掉